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今天呢 要來到我們久違的地獄廚房系列了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大家應該有感受到 我最近的影片很常去台灣各地遊玩 但是呢 有一個東西我非常的想吃 而且呢 大家也都會說 為什麼千千你沒有去那個地方拍影片呢 那就是我們的台南 但我們今天呢 不是要到台南再地去游…游泳 我們今天要來吃 大家只要去台南 一定會吃了其中一道料理 那就是蝦仁飯 最近暫時不會安排台南的行程 所以呢 我就來自己做做看吧 究竟能不能成功呢 我網路上找的食譜 感覺好像有點 有點簡單又有點複雜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所需要的材料有這些 然後呢 跟大家特別講一下 因為台南的蝦仁飯呢 都是用火燒蝦 火燒 燒 幫我後退下火 火燒的寂寞 它的特色在於它的顏色看起來有點淡紫紅色 跟紅色的這種紋度 然後呢 它吃起來個頭比較小 然後會比較甜一點點 但是因為取得沒有很容易 但我們今天呢 還是準備了火燒的寂寞 火燒蝦 想說要來正式一點的那種感覺 大部分大家在煮的時候 還是會用一般可能超市買的蝦子 但其實這樣子就很好吃了 開始了 GO 好 我們先來切我們的調味料 不是 調味料怎麼切 有沒有很道地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一定有它很大的難度 但是就是我覺得一定會好吃 因為我今天穿的 Stone Loo Red的衣服 感覺就不一樣了 最近我們今天是一個本業的禮道 Cafation NO 煮飯這種東西呢 你不用一定要 執著於那個量要寂寞 但是甜點要 因為我本人就是非常的隨性 甜點有時候就是沒有在執著那個量 做出來的東西 接下來就可以把 我們的火燒 的寂寞 拿出來 我今天準備的火燒現在準備超多 因為我想做豪華飯 所以我很怕 看起來就是很空虛這樣 所以還買了兩家不一樣的 因為就真的不好買 台南的那個蝦仁飯 不是都會有那個蝦殼 然後熬一熬之後熬成湯 然後加到飯裡面嗎 沒有 我們今天就是懶的料理 然後今天要煮的量比較多 所以 我們的蛋 我的飲料來了 哈哈 空白煎下去 然後還有蒜頭 蒜頭很熱 蝦仁下去之後 蔥綠也一起下去 接下來加味醂 OK 之後呢 我們先把這個炒好的料 煮好的料先撈起來 莫名燙超多的耶 哇 這味道好香喔 這感覺超下飯的 哇 很甜耶 好 接下來再把它煮滾 滾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投入我的白飯了 好香喔 我的媽呀 Push 先來盛盤 哇 很日式耶 Japan日式耶 日式 日式 來 蛋 對 胃 那個 然後接下來呢就把這個給倒上去 來喔 要炒一些糖 哇 這看起來 相當的咕咕 看起來是不是很棒 炸開的蝦仁飯耶 而且你們一定以為就只有這樣對不對 錯了 這個事情不是你想的 嗯 好吃 一句句 完成 完成 蝦仁飯 完成了 我們的蝦仁飯 看起來是不是還不錯 但是我跟你說 我剛剛發現一件 可能有一點點悲劇的事情 就是我發現 因為蛋黃好像有點太燒了 好 我們先來吃看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哇 這個蛋黃 你看這個 有沒有 它雖然說不會流下來 可是它看起來很美耶 上面要疊個蝦 這一口看起來是算療癒 但它在慶恩耶 很鮮耶 再吃一口 很好吃耶 因為我沒有吃過台南正港的蝦仁飯 所以我不知道味道是怎麼樣 可是這吃起來超甜耶 因為它入口的時候 它蝦子本身的甜度鮮味就已經很夠了 可是呢 因為有味醂跟煎魚醬油下去 所以它整個甜度又拉得更高 所以你入口的時候 它那個鮮味就有因為它的甜度 拉得更鮮更甜耶 整體吃起來滿甜的 但是因為有鮮味的關係 所以你又不會覺得說 喔 好膩口 或是只有死甜的味道 好吃耶 太令我驚豔了 台南的那個蝦仁飯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我其實沒有吃過台南的蝦仁飯 但我很常看到人家會去那個 台南可能像癌之城啊 他們會去打卡蝦仁飯 我就看得好想吃喔 我就一定要找時間去吃吃看 但我覺得今天煮的這個也非常好吃 我的衣服都髒了 哇 你看這個 而且我一開始煮飯的時候啊 我的水量跟一般的煮飯的時候 比起來我只有放八成 我炒完的醬汁下去再收汁的時候呢 它其實米飯吃起來不會過於軟 是有…還是有口感的那一種 但是我看網路上的實際啊 就大家去吃那個蝦仁飯 會覺得米飯是比較偏軟的 我覺得光這一點可能就是落差滿大的 因為我這個還滿有口感的 我覺得其實還有一點點偏粒粒分明的感覺 有沒有 好好吃喔 我的媽呀 這個蛋 你看 哇 這個剖開 一整個不得了喔 我的媽呀 你看這樣子 這個蝦子 太完美了 這個蝦子真的好甜喔 大家一定會想說究竟是有多甜啊 你這麼的誇張 就是我覺得 大概就是你大家看著我的那種甜度差不多吧 大家去台南一定會吃的東西是什麼啊 除了蝦仁飯我看到最多人打卡 再來就是小卷米粉 炸雞洋行嗎 北塘粿 你覺得沒有吃到那樣東西 你就會覺得這一次來台南很可惜 有嗎 我覺得台南多少一面很好吃 溫體牛的話 我上次去開會有吃到一間我覺得滿好吃的 可以看一下IG 這一間 你看這個側面 好 跟大家分享 15周年的15周年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11月29號就是水歐的三周年 也有準備年曆喔 所以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水歐的粉絲團跟IG 有記得去關注喔 知不知道 拜託啦 最近會有一連串的實體活動 然後台中廠會出現一場去當一日的 普通公店長 不見不散喔 那這一段一定要剪進去 因為我要強迫大家來現場聽我唱歌 你們不可以走開喔 心情情出完好好的 怎麼會這樣 我的蛋真的都太熟了啦 可惡 有了… 有留了一小滴 我是有非常緊張的準備擺拍 但我覺得他看到這一小滴有生氣 你看這個 哇 有點留下來 哇 它是什麼樹 我是索隆 雙刀柳 對 它是很症 好 最後一口了 我又有一種 那種雞蛋上面 長出米飯 跟蝦子的感覺 最後一口 好 吃完了 這一次的嘗試看看做蝦仁飯 我覺得還滿成功的耶 但因為我本人沒有吃過台南道地的蝦仁飯的味道 所以我有點不太確定到底落差有沒有到很大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照著這個食譜來做做看 因為其實我覺得吃起來還滿好吃的 只是就是 甜度會稍微比較偏高一點點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順便來跟大家來說一下 蝦子 它的台語叫 蝦啊 蝦子的日文叫 Abi 泰文的蝦子叫做 Bye Bye 等我 我看一下Google 這很好 我就是不舒服的 www www www